大家好 外面的黄焖鸡大几十一份 在家里成本只需要十几元 今儿我就把黄焖鸡的详细做法 分享给大家 切好的鸡块 先冷水下锅 加入一点料酒去除鲜味 水开后用勺子去掉浮沫 焯烫三分钟后 把鸡块捞出备用 接下来把锅烧热 倒入适量食用油 油热下葱姜 翻炒几下 炒出香味 接下来来一块八角 十几粒花椒 能吃辣的少来一点干辣椒 简单的翻炒两下 接下来20克黄豆酱 给黄豆酱炒香 加入黄豆酱也是这道菜的一个灵魂 炒香后下入鸡块 下入鸡块 给鸡块简单的翻炒两下 然后来适量的生抽 再加入清水 这个水的量和鸡肉一起就行了 接下来适量盐 少许的白糖提鲜 接下来盖上盖子 中火焖十分钟 十分钟后 再来适量的红烧酱油 给鸡块增香提色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了 做这道菜少不了干香菇 吃起来香味更浓郁 咱们必须倒上一点泡香菇的水 这个时候准备一口砂锅 下入土豆块 这个块可以切的大一点 然后连汤带食材都倒入砂锅中 咱们把砂锅给它烧开了 再盖上盖子 中火焖十五分钟 把里面的土豆煮熟 十五分钟后 咱们来看一下 这味道真的是太香了 接下来呢 尝一口汤汁 根据咸度 咱们再加入适量的盐 然后下入切好的尖椒 再焖上一分钟 这样呢 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黄焖鸡 就做好了 学会这道菜 再也不用出去买了 喜欢这道菜的朋友 不妨把我的视频收藏一下吧 关注老洋美食 让你天天做好菜